袁茂春說 中共高層沒有人相信這個戰略 中共自爆一防疫數據 網民生氣了 布林肯說 對我任何談判框架由烏方決定 中國南方夏秋冬連續干刊 波陽湖水位再創新低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13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隨著中共對台灣的威脅日益加大 各界關於美國對台灣的防衛 應該是戰略模糊還是戰略清晰的討論越來越多 川普政府時期的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 余出驚人 他說美國不存在對台戰略模糊 余茂春近日在英文的《台灣時報》上刊文說 北京從不相信美國是中共軍隊入侵台灣時 會坐視不理 所以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表明 談論對美台戰略模糊 是一種一廂情願的自我斟酌 他表示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所有中共領導人都見信 美國會在中共軍隊入侵台灣時出兵干預 美國的全球霸權大戰略需要台灣成為 美國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 美國永遠不會讓共產主義國家佔領台灣 如果中共軍方試圖入侵台灣 美國將毫不含糊地動用武力進行干預 他說中共也是在認定美國的清晰戰略基礎上 才展開大規模抗軍計劃 他們所有入侵台灣的戰情設想中 都將微軍鎖定為其侵台灣軍事行動的最大威脅 在這點上中共也是毫不含糊的 而中共官媒刊登的文章也間接證實了余茂春的觀點 黨媒《環球時報》在今年5月26日刊登了一篇題為 《卓穿美國對台戰略模糊的話術》的文章 文中討論了美國的戰略模糊和戰略清晰 並得出結論說 最終決定台海走向的不是模糊或清晰 而是實力 意思就是中共想打下台灣 就要比美國的實力強 余茂春表示 對台戰略模糊 未編入美國的戰略原則 現在又被華府的政策制定者 和權威人士經常提及 就和真有這回事一樣 但是不真實的東西 說得再多也不會變成真的 美國對於保衛台灣的戰略清晰 已經延續了70年這麼久 他介紹說 戰略模糊的說法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 前這種觀點的人認為 戰略模糊可以作為安撫北京的一種手段 也是華盛頓與北京交往的一種方式 不會激怒中共 以破壞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余茂春表示 戰略模糊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 他混淆了戰略意圖和戰術行動之間的關鍵區別 他說 在對台的戰略意圖上 美國始終維持戰略清晰的政策和作為 他在文中詳細列舉了 次杜魯曼總統以來 美國的對台戰略清晰政策 認為美國在動用武力 保衛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是一貫而明確的 但戰術行動就好像軍事計劃一樣 是應該曖昧不明的 所以說現在美國對中共入侵台灣的應對考量是 如何應對軍事捲入的問題 而不是要不要軍事捲入的問題 余茂春說 在過去的六年裡 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主政 美國一直不斷強化對台戰略清晰 美國的戰略清晰貫穿每一次 中國針對台灣發動的危機和挑釁 例如美國戰艦一載 突破北京的所謂紅線 在台灣海峽展開自由航行行動 這些行動的頻率 比過去增長了10倍以上 使台灣海峽這一條 對台灣防禦至關重要的水道 實質國際化 美國國會還就保衛台灣的重要性 達成歷史性的跨黨派共識 美國的軍事領袖 也重申美國對台戰略清晰的立場 2022年10月19日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帕帕羅上將表明 美國將阻止任何對台灣的入侵 以及任何以武力解決問題的嘗試 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模糊空間 罷工的態度也同樣明確 自2021年10月以來 拜登總統先後在四個不同的場合明確表示 如果北京入侵台灣 美國將進行軍事干預 余茂春解釋說 包括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變 與美國總統在保衛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清晰並不矛盾 剛剛相反 這些聲明進一步肯定了戰略清晰 因為一個中國政策的基本條件之一 就是美國長久以來一貫反對台海兩岸 任何一方使用武力解決台灣議題的立場 這個立場一點都不模糊 中共當局近日調整了維持近三年的防疫政策 為了被推出的最新防疫措施辯護 當局首次承認過去曾被大規模隔離的刺脈接者 它的陽性檢出率很低 大約10萬人中只有3人是陽性感染者 數據公布後引發網友熱議 有網友憤怒說 作為刺脈接觸者被隔離過只是想罵人 11月11日下午 中共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綜合組發布優化疫情防控20條最新措施 包括取消刺脈接接觸者 12日下午 中共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 就優化疫情防控20條最新措施作出解讀 關於取消刺脈接的最新措施 中共疾控局副局長常繼樂解釋稱 評估發現刺脈接觸者的陽性檢出率很低 大概是10萬分之3.1 也就是10萬人中有3人 官員提到 根據這個情況 痴脈接不去理、不去判 可以節約很多服務保障的資源 而中共衛健委副主任雷海潮強調 這樣的防疫措施調整 不是放鬆、更不是躺平 消息一出 很多網友在微博評論說 很多三年中神秘的數據 需要時兩天便可以報給你 期待公佈重症率 分免死亡率是10萬分之18.3 這樣還不快去建議 非必要不要生育? 真是無語 接近於零的數字 不知道封了多少人 早在今年3月 衛健委專家組成員 北京地毯醫院副院長 蔣榮孟喜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近個幾月來 地毯醫院收治了400多個感染者 絕大部分症狀都非常輕 他說Omicron的症狀比流感更輕 而上海防疫專家張文宏 之前也多次提到 Omicron有發的嚴證弱過流感 之後 流感論、躺平論被官媒痛批 在中共當局取消刺密接措施後 有成都市民向官方投訴 成都市政府將刺密接人群 劃為密接人群 習近平11月10日主持召開了 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會議提到的要堅持動態清零政策 又要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對此 資深評論人士將天亮在自媒體 《天亮時分》節目中認為 中共控制中國依靠的就是高科技手段 而維持這些高科技手段 維穩人員是需要花錢的 例如上海連續封城兩個月 新疆封鎖三個月 這種情況是不可持久的 這是中共調整防疫政策的原因之一 根據東吳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陶川 無奈前發表的報告 北京當局堅持所有一線和二線城市 實施常態化核酸檢測 根據官方核酸檢測的單位價格 它一年的成本上限約為1萬7千億人民幣 高於2021年1萬3千7百億的中共軍費開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2日 在簡報寨首都金邊 會見烏克蘭外交部長 傅列巴士表示 烏克蘭將就所有對俄羅斯的談判框架 制定相關時間和內容 布林肯還告訴傅列巴士 美國堅定承諾 東季即將來臨之際 將協助烏克蘭減輕俄羅斯 攻擊關鍵基礎設施所造成的影響 包括加快人道主義援助 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表示 布林肯重申 任何對俄談判框架的時間和內容 仍將由烏克蘭制行決定 《華盛頓郵報》上星期報導 拜登政府私下鼓勵烏克蘭領導人 主動表達與莫斯科談判的意願 並放棄除非俄國總統普京下台 否將拒絕參與和平談判的立場 報導援引消息人士講法稱 事實上 美國官員並非常將烏克蘭推上談判場 而是試圖確保幾乎可以繼續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 這些國家的選民對參與可能延續多年的烏克蘭戰爭 抱持謹慎態度 在會面中 布林肯和庫列巴也再次強調 在19日前續簽烏克蘭穀物出口協議的重要性 聯合國表示 根據7月達成的黑海穀物倡議 烏克蘭已經出口1,000萬噸穀物和其他食品 此舉有助避免全球糧食危機 根據倡議內容 如果俄國與烏克蘭有一方不同意延長協議期限 協議將於11月19日作廢 俄羅斯12日表示 他們尚未同意延長協議 並重申俄方堅持本國食品和化肥出口 應不受阻礙地進入全球市場 中國南方在立東後經歷同期小見高溫 遭遇下秋冬連續干旱 江西、重慶、湖南等六省區市部分地區特旱 江西遭遇61年來最嚴重氣象干旱 2022年11月7日 波陽湖再次刷新最低水毀歷史紀錄 中國中央氣象台 2022年11月10日 晚上6點繼續發布氣象干旱 黃色雨景 其中湖南南部和北部部分地區 港西西部、湖北東南部、廣西東北部、 貴州東部和重慶東南部等地都有特罕 中共官媒《新京部》 2022年11月7日報道稱 7月以來中國南方罕情持續發展 已經對農業、水資源調度、 能源供應和社會生活等產生較大影響 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蕭嵐表示 江南大部分地區發生 夏季、秋季、冬季連汗的可能性較大 2022年7月以來 中國南方大部分地區持續高溫小雨 出現復秋連汗 目前已經進入立冬節氣 但未來幾天 南方大部分氣溫以回升為主 據中國氣象網報導 2022年11月11日前後 南方暖熱達到鼎盛 湖南、江、西、廣西、廣東等不少地方 最高氣溫都達到30攝氏度 武漢、杭州、長沙、南昌等地 都將經歷當地同期少見的高溫 甚至有破紀錄的可能性 長江中下游一帶 最低氣溫或將回到15攝氏度以上 例如長沙11月11日最低氣溫達到22攝氏度 重度干旱已持續115天 成為全國干旱最嚴重的地區 據氣象局資料記載 這是1961年以來 江西省最嚴重的氣象干旱 據江西省水民監測中心數據 2022年11月7日4時 波陽湖的星子站水位退至6.67米 繼10月3日之後再次刷新最低水位歷史紀錄 據預測 未來江西省降雨仍偏少 波陽湖水位將持續走低 10月28日 江西省防汛抗漢指揮部官員曾公開表示 江西少雨的情況可能會持續到明年2月份 夏季、秋季、冬季連續干旱的可能性 將會進一步擴大 好了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請你給點消息 имеетoffice 指揮 發生 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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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